这男人哭吃一泡子就干碎一个大西瓜 周围的人一阵惊呼 为了展现真正的实力 男人找来五个坚硬的大冰块 他要一次性全部敲碎 随着一口深呼吸 他一拳下去干碎了全部冰块 男人说这还不算什么 他还要增加难度 在地上随便捡起来一个铁片子 还没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他一下就给干两半了 男人每天都会敲出干来练习手部力量 每天敲击一千下 已经持续了四十年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刻苦 原来男人是一名跆拳道教练 为了教好学员 所以他每天都以身作则 接着他喊来学生拿起五块木板 一下就给干喘了 注意看他用的是指尖 要知道跆拳道里三块木板以上 就很有难度了 而男人五块还是一次性干喘 现在男人每天除了睡觉就是训练 就连他的枕头都是训练斗具 睡觉之前必须砸半个小时 为了证明自己 他竟然要用指尖砸碎五块大力石 普通人就算轻轻交集都会感到疼痛 那么他会成功吗 所有人都很担心 因为此前男人并没有尝试过 男人反复的确定指尖和大力石的位置 随着一声呐喊 五块大力石全被击穿 经过慢动作回放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 的确是用指尖击穿的石板 他挑战成功了 男人的手不停颤抖 有多疼只有他自己知道 男人表示自己还会加强训练 以后会尝试击穿十块大力石 我是小如 每天三个奇闻一证 等你来看